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2018年开始就开始在Apache Posa这个社区里面去参与一些特性的开发 Posa也是我的第一个亲身参与的一个社区 对然后在Stream Native之前我是在直连招聘 然后从2018年开始负责直连招聘 从直连招聘已有的消息平台然后转到Apache Posa上 然后我们又经历了2019年一年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在线的业务系统已经都迁移到了Posa上 然后是在2020年加入到Stream Native 然后主要是负责Messaging方向上的一些系统的开发 对 关于Stream Native的话 可能了解Posa的同学可能很多同学可能都听出过这家公司 是从19年然后开始成立是由两位Posa的PMC成员 然后共同成立这家公司 对 然后主要是很多的工程师都是来自于Posa的社区 也有很多的Posa的Committer 然后PMC 对 然后我们主要是在构建一个Cloud Native的一个Event Streaming的platform 然后可以帮助企业去更容易的去处理一些实时的数据 在开始讨论今天的话题之前呢 可能需要先去准备一些Posa相关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 这样可能去帮助大家理解可能后面讨论的一些内容 因为这个本身也跟Posa的一些架构是相关的 第一个呢就是Posa为什么需要 就是topic需要metadata 因为在Posa上呢其实是计算层和存储层 其实是一个两个不同的开源项目 对 那么在存储层呢其实是由apache bookkeeper呢去负责 那么apache bookkeeper本身就是一个分布式的一个log的抽象 所以它本身充当了一个相当于在背后去负责topic存储 这样的一个服务 topic数据的一个存储这样的服务 然后broker呢其实就是本身Posa的这个部分 它其实是一个没有状态的也就是说 你可以去非常灵活的去扩容以及输容broker 然后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就会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在Posa里面 其实topic呢它会有一个ownership的概念 但是topic的数据并不和具体的哪一个broker去做绑定 也就是说你的topic可以从Abroker 然后挪到Bbroker再挪到Cbroker 那么它的数据其实都是存储在对应的一些bookkey节点上 那么这些bookkey节点呢可能会是更多的bookkey节点 有可能10个bookkey节点或者20个bookkey节点 对所以这是Posa本身的特点 就是说在你topic的ownership转移的时候 其实并不存在一些就是状态的需要去签一些数据 对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为什么提到这个 就是因为想实现这样的一个可以灵活的去扩容broker 或者是库龙bookkey节点 然后还能够让你的topic data 然后能够保证还是一个正确的行为 就是说你topic能够找到数据所存储的位置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依赖于topic metadata的存在 那么它本身就看上去像什么呢 就是说我有一些逻辑的一些分段 就是你可以把一个topic的数据分成多个分段 那么会metadata呢主要其实记录的呢 就是每一个分段它所存储的位置 这样的话就类似于中间可能会有一个逻辑的一层存储 那么这样做的好处呢 其实就是你每一个partition 不会受到单个节点的一个资源的限制 尤其是存储资源的限制 不会受到就是单个磁盘 可能etb的资盘呢可能如果在cap卡上的话呢 可能一个partition最多你只能承载etb的数据 如果你想这个topic再想承载更多的数据的话 那么必须要去再去增加partition 然后把之前partition的数据如何去 就是再重新分配到其他的partition上 对所以所以这样做这样中间加了一层 就是逻辑的存储层的话 那么这是带来的方便 对 对然后这个呢就会更详细一点 就是每一个topic 然后它都会有可以有很多个segment 然后这些segment呢 每一个segment它都会有自己的一个 会选择一部分booking 就是通常都会认为 你有几个replica 也就是说你会有几个副本 然后就会选择几个booking 那么每一个segment都可以有不同的booking节点 然后如果那么 如果在这个topic里面 如果没有这部分metadata信息的话 那么你是没有办法去找到 就是这个partition下面所有的数据分段 它们分别是存储在哪里的 所以这个是可以解释 就是为什么Posa的topic 需要维护这个metadata 但是卡普卡其实并不需要维护这样的一个metadata 因为每一个partition对应到一个机器上的话 那么就是一个文件夹 每一个文件夹里面 又可以有不同的文件 然后可以分成不同的segment 对 但是Posa是一个逻辑上的一个segment 那么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一个partition 会有很多个segment 那么这里就会 会涉及到一个概念 那么就是ledger rule over 或者是segment rule over 当然在Posa里面可能更长叫的名字 就是ledger rule over 那么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就是说在你的数据 然后不断的去往一个topic里面去发送的时候 那么其实它会有一些规则 就是你可以根据一个数据分段的大小 然后存储的消息的数量 以及一个segment 它的最小的就是roover的时间 最大的roover的时间 然后来去切一个分段 就是说这个分段我就不再继续写了 然后去写到一个新的分段里面 因为这样做的主要的目的呢 是为了 因为本身在Posa里面删除数据的时候 其实就是按照一个segment一个segment去删除的 并不是单条数据单条数据去删除的 然后另外一个点呢 是当你切分成多个segment的时候 就跟前面描述过的一样 就是说数据可以 因为每个segment可以分布在不同的bookie上 那么这样的话 你可以利用更多的bookie的存储的资源 然后我在这里也加了一个链接 这是比较早的时候 然后Jack写过的一篇文章 然后这篇文章里面 其实会有一个非常清晰 或者说简单的一个描述 就是Posa大概是怎么样去work的 对所以这部分呢 其实在这篇文章里面 会有很详细的描述 然后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博客 对 那么根据前面我们聊到的 为什么topic需要这个metadata 因为有了metadata之后 我们才可以找到对应的数据是存储在什么地方 那么我们再看就是有了这个metadata之后 那么会有哪些限制 那么第一个限制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一个topic 然后我们的数据是要保留很久 可能是三年或者是时间更长 你想永远的把这个数据给保留下去 那么这里面所要维护的就是一个topic 你会有多少个数据分段 那么这个其实就会是一个metadata 会可能产生限制的一个地方 就是如果你要保存三年以上的数据 那么你segment的数量有可能超过100k 也有可能到达100万 那么这个取决于就是 rower的策略的一个设置 那么当这个就是segment的数量太多的时候 那么其实所要维护的topic的metadata也就很多 因为每一个topic的metadata都需要记录每一个segment 然后它分别是就是你有多少segment 每一个segment对应的ledgerid是什么 然后对所以所以这些呢都需要根据这个关系 才可以找到对应的ledger 然后再去通过ledgerid 然后再去找到这个ledger的数据 存储在哪几个bookie上 这样才可以正确的去读取到数据 对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如果有很多的topic 可能是对可能是10万个topic甚至更多 那么这些topic呢也需要保留很长时间的数据的话 那么整个就是topic metadata的一个总的大小 那么也有可能会是也会就是 会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量级 可能超出了很多这种metadata service 然后它所能够就是work的很好的一个数据大小的一个区间 那么可能这部分metadata有可能会超过几百gb 甚至到了tb级别 那么这个其实是尤其像rokeeper 可能并不擅长去做这样的事情 对所以这是两个点就是说 topic的metadata的限制大概是有哪两个方面 对然后那么我们再看如果这个变大之后 就是说一个topic的metadata变大之后 以及topic很多需要保留的数据的时间也长 那么会带来哪些问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对于metadata的一个写放大的问题 如果一个topic的你的metadata你已经超过了几十兆币 那么当做ledger over的时候 可能要往这个metadata里面去新增加一个数据分段 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当前posa的实现呢 其实是会将整个的metadata覆盖 也就是说把这几十兆币的数据做一次update 然后再重新再写到zkey里面 那么就相当于key就是我的topic的名字 当然本身它是一个managedledger的名字 跟topic的名字是一个相对应的关系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你有同时你会有几十个topic 或者几百个topic去做这个ledger over 那可能已经会让就是你的broker 然后到rookkeeper可能带宽本身 可能会也会成为一个瓶颈 甚至就是导致rookkeeper可能也会到达瓶颈 对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前面聊到的 那就是metadata service总共就是总的一个data size的一个限制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因为 因为在broker内部呢要对这个topic 要提供messaging的服务的话 它其实是需要load这部metadata到内存里面的 因为它需要找到对应的数据的位置 那么这个时候呢当前的实现呢 其实是要把topic所有的metadata都load到内存里面 只要是这个topic被加载了 它就要需要去load所有的数据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的总共的metadata大小 已经到达了tb级别 那这样的话可能 单个broker你能承载的topic的数量就会非常有限 因为需要的内存可能相对也会比较大 对 那么这里就是一个具体的一个topic metadata format的定义了 我们可以看到的在posa里面叫manage ledger info 因为manage ledger其实对应的就是posa的一个在背后负责了很多posa topic的核心的数据写入读取 manage它维护之类的对一个接口或者说一个模块 对那么我们看到这里面其实前面聊到的就是所有的segment的一个原数据 其实就存储在这个ledger info里面 然后因为它是一个repeated其实相当于是一个list 然后每一个ledger info里面其实它会记录你这个数据分段里面它的ledger id是多少 因为通过ledger id可以找到正确的数据 然后也会记录一些其他的一些metadata 比如说这个数据分段有多少个altree 然后有多大 然后以及它的时间 然后它还有一个是onflow的context 这个后面我会去说 对那么 那么 记录这些信息呢 就是为了能够让你去读取数据的时候 或者是查找数据的时候 比如说 atrix size 这些可以在你 就是尤其在回溯消息 就是reset cursor的时候 那么都会有帮助去指导说这个ledger有多大 你可以通过 就是可以通过跳过 就是如果不满足条件的话 可以直接跳过整个ledger的方式 去做一个就是消息的回溯之类的 对 那么我们就再详细的再分析一下 就整个topic的metadata变化的一些过程 当然这里面只包含了一些非常核心的一些变化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好去分析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以及我们可以利用的一些规则 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办法去能够处理掉这个问题 那么当我们去增加一个新的分段的时候 其实它会有一些特点 就是我们永远是在往这个结尾去加 就是说你旧的segment已经在那里了 我永远是在append新的segment 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利用的一个规则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当我们去删除一个segment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 只会就是从前往后去删 我们不会存在 posa里面不会存在说 会跳着删除 就是说segment0和1还没有删除呢 但是我现在要删除segment2和3 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对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因为为什么这里讲data offloading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data offloading会导致mata data的修改 那么这里我先大概说一下data offloading是什么 因为本身posa里面其实是支持这种二级存储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一些这种相对来说 就是这种冷数据可以存储在一些更廉价的设备上 然后posa可以帮助这个topic 然后就帮助用户去把这些老的数据都迁移到这种 就是s3上或者是google的对象存储上 因为这样的话存储资源的价格会更低 但是metadata其实还是维护在topic的meta data里面就是前面看到了那个offload的context 就是在offload完之后 那么整个你offload的就是对象的地址是什么 以及如何去能够去连接到这个对象存储的服务上去把数据给读回来 那么这些信息其实都是在那个context里面 对那么一旦就是数据被offload之后 那么其实这个offload的context就会去修改 就是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当你数据没有offload 那么这里其实是一个就是没有相当于是一个缺审的一个状态 一旦数据被offload之后呢 那么就需要去修改这个offload的context 所以这就会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有一种操作是只往后去追加 然后删除的操作呢是就是只从前面往后面去删除 那么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就是更新的操作 那么当然这个更新的操作呢也是它也有特点 就是说它也是从老的ledger到新的ledger 就是从老的一些数据分段去新的数据分 从到新的数据分段 然后去更新就是offload的状态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些特点 就是说所有的segment的删除以及修改都是从老的到新的这样的一个顺序去进行的 那么添加segment它就是指在就是直往直往新的地方去去加 或者说直往尾部去加 对 那么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其实会可以利用的一个规则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在一定的条件下 然后会有一些topic metadata 它会变成一个不可变的状态 就是比如说我的所有的这些segment 它都已经被unload了 就是说如果用户已经开启这个 就是tiered storage这样的一个特性 那么一旦这些数据被unload了之后 那么这个数据就不会再发生变化了 那么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的一个利用的一个特点 对 那么我们再看再回过头来再去看一下 嗯之前讨论过的三个问题 一个是先方大的问题 一个是metadata service 可能需要承载很大量的很大体积的一个数据存储的问题 然后以及broker去load所有topic metadata 会带来很多broker内存负担的问题 那么我根据我们前面聊到的一些 本身topic metadata的一些变化的特点 以及我们可以利用的规则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就是我们可以把topic的metadata 去分成多个部分 就是说因为你一个topic里面可能有 十万个数据分段 那么我们可以把十万个数据分段 去把它给分开 就可能是一万个数据分段 做成一个metadata的一个segment 然后这样的话 你可能你会有一个topic 会有十个这样的metadata的分段 然后另外一个是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些分段 也可以去offload到这种tiered storage里面 就是避免将这些冷数据 它所对应的metadata 然后维护在rokeeper里面 然后或者大家可以用其他的 像etcd或者是roxdb之类的 其他的原数据服务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就可以去解决上面的几个问题 比如说将一个大的metadata 然后split成几个小的part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去更新的时候 那么你只需要去更新最后的一个分段 你前面的分段其实都不会去 因为你的ledger的roover 所以你也不会去修改它 对 那么因为ledgerover基本上是一个发生的频率 可能对于metadata来讲 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频率的操作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就是因为我们还有就是这个如何去解决 就是不要让metadata service去存储太大量的这些metadata的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数据就是把这些metadata的分段 然后可以也去offload到TL storage里面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metadata service里面 它只包含那些 就是相对来说 比较就是新的一些数据 那么当然这样的话呢 会有一个限制条件了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就是用户去enable这种TL storage 如果没有enableTL storage的话 那么其实不太好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 没有办法将metadata的数据挪到这种二级存储里面 那么当然可以解决写方大的问题 也可以分成多个这种 把一个metadata分成多个部分 但是它总体的一个大小其实不是太好解决的 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存储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就是分的过程 就是比如说 这个图上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示例 因为这个ledger的数量 或者说segment的数量比较少 就是我们把这种 已经它转变成一个不可变的一个 metadata的一个状态的这些ledger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按照数量 然后去分成不同的分段 然后当然还有潜在的这种 就是还没有转变成这个不可变的 因为数据没有被offload 或者说就是新增 就是还在active的这种 segment 那么它们是会 是处于一个可变的状态 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特点 去分开不同的段 就是分开不同的段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按照一段一段的 这个metadata 来去用不同的z node去存储 就是比如说左下角的这个 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如果这个partition 然后它已经有好几万个这样的数据分段 那么我们是可以去将它的这个数据分段 然后分别记录不同的这个z node 然后来去记录下来 然后每一个z node里面再记录它详细的那 比如说一万个或者是五千个segment的信息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把一个大的去拆分成不同的一个小的小的分段 然后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就是说 那我们再去load这个topic metadata的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把所有的topic metadata 全部都load到内存里面broker的内存里面 因为在posa里面其实你每一个cursor 然后它会读哪部分数据 或者说其实每一个subscription subscription的内部是cursor了 然后那么其实我们是可以知道是说 你要读的那个segment 它是属于在哪一个就是metadata的分段里面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去选择性的去load 也就是说如果你需要去读它 然后我们就把整个的这个metadata的segment 然后load到内存里面 那么如果这个cursor 然后它已经就是消费过了 就是说它已经读到了就是segment2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就是segment0和segment1 可以把这些cats就是可以把它给逐出掉 因为可能它被再被利用的概率其实就不是太高了 除非再有再有新的订阅进来 然后要读这部分数据 或者说是这个已有的可能要回溯到就是之前的一些历史数据 对那么那个时候呢你就就是按需去读取就ok了 那么我们再看就是对于这些没有就是已经变成不可变的一些状态的 这种segment的话 其实我们是可以把这些就是metadata 同样也可以把它offload到这种tiered storage里面 因为他们已经是一个不可变的一个一个状态 所以管理起来也会更简单 对然后 那么我们再看就是去整个去删除一个 因为前面提到 其实我因为在posa里面删除一个数据的时候 就删除数据的时候 其实都是按照ledger为单位去删除的 就是一个数据的segment去删除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当你去 因为我们设计的目的是为的是说 不想去就是尽量将这些数据分段 然后尽量是能以一种不可变的方式去维护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当我们去删除一个segment的时候 其实呢就相当于说我们要去修改那个 就是因为S0 S1他们在一个metadata的一个分段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可以去在本身那个topic的metadata里面去维护 一个类似于一个firstledger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字段 就是说如果你要去 因为这个firstledger这个字段 其实本身维护在zkey里面 它不会被就是不是会被offload下去的一个字段 然后这样的话 相当于说如果第一个segment被删除了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就是把它的firstledgerid往后挪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说当第二个也被删除了 那么我们可以把firstledgerid就指向就是segment2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就是前面的那个metadata的segment 就可以直接把它给删除掉 就是说因为那两个已经都没有用了 就是说我们可以这个时候就可以整体把它删除掉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的话对于操作对象存储的话 也会更简单 因为没有update就只有只有就是写入 只有就直接把一个 写入一个对象 然后再删除掉一个对象就ok了 ok 所以大概回顾一下的话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talk 然后大概和大家介绍了 在posa里面这个topic的metadata它到底是怎么样去work 大概涉及到ledgerid row over 然后数据分段的删除 然后offload的过程可能会修改metadata 然后也大概梳理了在当前的实现里面 那么关于topicmetadata的一些限制 那么我们大概提出的一些思路呢 是可以去把一个大的一个topicmetadata 可以把它split成多个小的一个 就是小的分段 然后可以把每一个分段就是指的是metadata的分段 并不是数据的分段 可以把这些metadata的分段 在offload到tiered storage 来减少就是你的metadata service的一个 就存储的一个负担 然后整个一个核心的一个思路呢 就是我们尽量把metadata的segment 然后让它变成一个不可憋的状态 然后来去让就是整个设计 以及实现变得更简单 对这个大概是我今天的分享 然后谢谢大家